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要開一個 我已經等非常非常久 終於好不容易入手的一個產品 剛開始發表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訂 但是因為台灣是沒辦法訂的 你要脫美國親友訂 那個時候就沒訂了 我就等到台灣區都已經開始預訂了 我訂了之後一直沒有下文 我後來想說 過一陣子呢 那個時候G-Punk已經說 美國外面供候正常之後 我才又從美國脫親友幫我訂 訂了之後請他幫我寄到轉運處 然後再轉運回來 那中間呢 前前後後也脫了一個月 終於收到這台 那今天呢 就為大家來開一下這台 期待超久的Stand Deck 那老實講呢 我也是第一次開 最上面就是一張紙 它好像怕你不知道一樣 像插入電源開機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基本的操作 這邊可以插記憶卡 我是買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64GB的版本 那因為最貴的版本呢 它容量也只有512GB 認真來講是不夠的 我要上我一定上到2T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64 就是準備來升級 另外一個差異是螢幕 聽說是霧面跟亮面的差異 我覺得我沒差 所以就不管 那不管什麼版本呢 它都會給一個這個 吸心盒 我本來以為這個吸心盒是要錢的 看來是免費OK 很好 好 那接下來看另外一個 這小兒子我也不知道 充電線 其實這種也不需要 就一般自然PD的都可以用 好 那接下來啊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看看 等了這麼久 噔噔 噔噔 嗚 哦 真的很大耶 超大一台 那接下來呢 阿達會先使用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再繼續為大家分享 它的一個使用心得 好接下來我們先從機身尺寸 跟它外觀設計下來講起 如果說跟Switch相比差這麼多 更不要講厚度跟重量 那跟阿達之前開箱另外一台收割比 也差非常多 這一台的尺寸幾乎是 輕薄筆電 一半的尺寸了 重量啊 更是有669公克 啊你說它重嘛 老實說啊 因為它這邊有人體工學的設計 雖然是600多公克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非常非常重 不過你說你要這樣懸空著拿 一直玩 老實講也是很痛苦啊 接著呢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一個配置 它在配置部分 它還是有點類似像XBUS一樣 左邊有十字按鍵 那也有一個左搖桿 一樣有下壓性的 下面呢它則是有個觸控板 右邊呢它一樣也是有個搖桿 YXAB鍵 然後在它的下方一樣有個觸控板 譬如說你在玩一些戰略遊戲的時候 它當滑鼠來使用 它是OK的 那也有上下滑動的功能 而且它在滑動的時候 它的那個線型馬達會 卡啦卡啦卡 會有聲音 而且感受到一點點震動的感覺 其實是滿有趣的 那左右兩邊呢則是有兩顆尖鍵 在左側這邊呢 有音量鍵 3.5mm的耳機孔 風扇散熱孔 全功能Type-C的一個連接附 它可以PP充電 也可以外接螢幕 電源鍵 那在背面這裡呢 這也是它的風扇的一個吸入孔 那另外啊 它還有可定義的R4跟R5鍵 就是左右背鍵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些按鍵以外 它其實還有四個功能鍵 它左上角這個啊 叫做四圖鍵 那左下角呢則是Steam鍵 你可以叫出Steam的那個菜單 右上呢是選單鍵 那右下角是快速連接鍵 那在處理器部分呢 它使用的是Valve AMD特規的一個APU 它的處理器是Zen2架構 然後是四核八線程 它GPU是使用RDNA二代的一個架構 它的功率啊 大概是4到15瓦都可以讓你調整 所以啊 它的顯卡是比它的處理器還要好的 那如果說你要玩電動的話 譬如說你要讓它續航好一點 那你可能就是把處理器的那個功率調低一點 譬如說你在玩一個2D遊戲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4W、5W那邊開始調 那看說順不順 不順就往上調 那如果是3A大作 你可能就先45W功率先調到滿 可以跑30幀 那你之後再往下降 慢慢降 降到你自己覺得 玩了覺得還順暢的一個程度 認真講啊 這麼小的螢幕你開到60幀 你也看不清楚 但是它如果能夠30幀 然後中特效 中低特效能夠跑順 我就覺得這種機器就功能圓滿了 接下來我們講到它的記憶體規格 它有三種配置嘛 它所有的記憶體都是16GB 那儲存呢有64GB 256GB跟512GB等等 那除了64GB它是用 1NNC較慢的那種顆粒以外 256跟512它都是用N.2的SSD 網路上其實很多在教學可以改 它的規格是2230 小的SSD 非常非常貴 1TB好像就有5000多塊 那之後呢 如果這片反應好的話 我也會分享怎麼拆機 然後去改裝 那螢幕規格它是搭載一個 7吋的IPS螢幕 解析度是1280x800 亮度是400Nit 更新頻率只有60Hz 那本身它還內建了陀螺椅 振動馬達 那電池是40W電池 在底部這邊則是有一個記憶卡 它可以插一般的MicroSD的記憶卡 如果要用的話 我個人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買 V30的記憶卡來用 那我這次呢 我自己也是裝了一片 512的記憶卡在裡面 在設定這邊 我只要把記憶卡裝進去之後 它會自己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除了內部的磁碟空間以外 它還有一個MicroSD卡的一個空間 會很慢嗎 接下來阿達開幾個遊戲 大家看一下你覺得慢不慢 那Steam Deck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介面裡面 就是我們自己有的所有遊戲 那在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每個遊戲 它都有一個綠色 黃色 或者是像這種XX的logo 那代表是這個遊戲 對Steam Deck來講 是不是最適合玩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個參考值而已 像我現在在玩的這種黃色的 幾乎都能玩 那它為什麼會變黃色呢 就是說 它大部分都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進入的時候 會跳它自己的一個介面 譬如說像GTA 就會跳Rockstar的一個畫面 它會卡一下 或者是在登入它自己的帳號 這種都會被歸類成黃色 綠色呢 就是官方試過絕對沒問題的 像這個打XX呢 理論上好像是不能玩對不對 實際上是要試試看 可能只是它官方沒有去做測試而已 那像這個遊戲我測試過 玩就相當的正常 玩起來都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相當的流暢 所以這個東西有時候就是要 可能要自己花時間去稍微測試一下 我外接的搖桿 這樣子玩起來會比較順手一點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窄路速度 當然你如果用SSD或硬碟的話會比較快 但是現在的這種記憶卡 如果你是買V30的 它很多讀取都可以到120 那寫入呢 都可以到4、50 有到90幾 認真來講都已經不輸硬碟了 大家可以看這個畫面 它讀取也是相當的順序 所以還是要挑記憶卡 這種機器啊 認真來講 如果是我來玩的話 我大概都會鎖30幀 雖然說它最高可以到60幀 但是實際上 這麼小的螢幕 然後離你那麼近 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是以20幀 40幀 60幀下去鎖 我都射40幀了 我這邊有鎖幀 我鎖40幀 所以你看 大家看得出來說有差異嗎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異 所以它的表現正在講 我是覺得非常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再換下一套遊戲 為何可以 B aunque 我對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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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M DECK 然後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STIM DECK 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會去下載一個叫著色檔的東西 其實就是遊戲的快取 就是讓遊戲讀取的 跟過場那邊會比較快一點 BOV 為它掌機所做的一個外掛 不過它是限定在STIM OS裡面 那現在呢 我這台我鎖40幀 功率我設在S4吧 原則上你可以看你玩的順不順 如果覺得不順 你就把它往上調 好 它可以看一下 耳燈法環的效果 我是覺得相當不錯 我待會看一下 顯示卡都沒吃 所以呢 這效果是夠了 不過它就跑不到40幀 有沒有 好 接下來我們來挑戰魔王級的遊戲 荒野大標科2 大家可以看到FSR就開 FSR就看你要怎麼去開啟它 因為它的解析度是1720x800 所以說你只要調的比這個低一點 它就能啟動FSR 原則上啟動FSR 它會讓你的畫面變更細 然後 視的效能更少 然後畫面會更順一點 幀數會拉比較高 所以你如果覺得跑起來不順 然後你又不想把功力調太高 你可以試試看FSR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就是已經啟動FSR 因為我所示是真的 而且我的功耗沒有吃滿 這樣子的畫質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覺得很OK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7吋的小螢幕而已 也不是說你在一個13吋的大電視 還在你的27吋的電競螢幕上跑 畢竟它就是這個掌機 我們就是 無聊時 最近度玩 然後想玩的時候可以隨時玩 然後Steam Day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你只要按下電影休明 它是可以把遊戲動點的 你知道在啟動開電影 它就會繼續玩下去 可以看到它全局 都是40吋在跑 那這樣子你會覺得不順嗎 如果你的火眼睛覺得不順的話 那我建議你去買掌機 但是 依我的話 我是覺得 這樣子的畫質 跟它的流暢度 我已經完全OK了 好 阿達簡單測試了幾個遊戲之後 相信大家應該已經對這個遊戲的表現 有個一定的了解 那如果你只是要玩一般的遊戲或3A大作 想要隨時可以在身上玩的話 我會覺得你買個Steam Day 這種的記憶卡也夠用 當然你換SSD表現會更好 那記憶卡這個東西呢 它除了說可以灌遊戲以外 它還可以跑Windows 現在很多網路上會教你說 要什麼在Steam Day裡面灌Windows 你可能要換個SSD 切個磁區 然後再裝Windows 其實認真的講不用那麼麻煩 你只要有一個高速的記憶卡 不到600塊 插機裡面開機就可以了 它的這個功能就是叫 就是將Windows關到記憶卡裡面去 那你要準備的東西 可能要準備一個Hop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個讀卡機 大部分人來講 Hop上面都有讀卡機 那第三個高速的記憶卡 那步驟呢 請大家先去微軟官網 下載Windows 11的ISO檔 那是免費的 那第二個呢 請去下載 澳媒的Windows Go 我會把檔案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那接著呢 在澳媒的Windows Go裡面 選擇 為Windows裝置 製作移動版Windows 那接下來按下一步 那接著呢 繼續再按 使用Windows鏡像文件 接下來就比較重要了 記得選高級設置 在創建系統那邊 選VHDX 那啟動方式選Legacy and UEFI 跑完呢 就完成了 製作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把你的Steam Day關機 然後放進去我們剛剛製作的記憶卡 按音量減 再加電源鍵 之後呢 再選記憶卡 就放著讓它跑 那中間呢 可能會 重新開機個幾次 那 如果你重新開機 又跑到Steam Day沒關係 一樣按音量減 加電源鍵 再選記憶卡 那之後反覆的開機幾次之後 就完成 那 在 安裝的時候 它的螢幕一開始會是直的 那安裝完之後再自己轉 就好了 安裝完之後呢 接著安裝驅動程式 我把檔案放在下面 那接下來呢 阿達就為大家展示 記憶卡版的Windows 11 跑起來怎麼樣 然後選擇記憶卡之後 就開機 就這麼簡單 不用拆機 不用換SSD 就按照剛剛阿達教的步驟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Steam Day關機裡面 跑一雙系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像這個在運行呢 它其實都是很順暢 可以這樣滑 也支援觸控 我鍵盤滑鼠是使用起來更方便 然後在外接個螢幕的話 我就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拿來跑Windows 也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你也可以拿來裝XGP 然後玩遊戲 就是 螢幕前我自己測的話 我是機會把Windows 放在記憶卡裡面 它會比較頓一點 不像Steam Day那麼順 可是說它是可用 起碼說你像XGP你可以跑 那你也可以遠端遙控X80 而且原則上這種掌機 你會跑到Windows的 機會可能也不大 看一下進去要多久 好 好 那個Windows介面呢 如果你把遊戲存在記憶卡 像極速地平線5 就讀取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你要玩Windows遊戲的話 個人不太建議說 你把它放在記憶卡 極速地平線5的遊戲畫面測試 平均57幀 OK 那最後啊 阿達總結一下 Steam Deck的一些優缺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是覺得這台相當的不錯 就跟阿達之前所開箱過的 R-Neal 或者像周哥那種機器一樣 原則上這種只要能夠跑X86掌機 它的可玩性都相當的大 不一樣的是說 像Steam Deck 它原生就是跑Steam的OS 也不像周哥是SteamOS的魔改版 那大家不要說周哥裝SteamOS是違法的 SteamOS是開放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己下載來修改 而且啊 Steam Deck還有桌面模式 可以讓你去跑一些NINIS的軟體 它有軟體刺激 可以去跑模擬器 優點大概是這樣子 那缺點啊 老實講啊 就是它真的是太大台 它其實沒有很好帶 它如果跟像這種掌機筆 相比來說太大台 那另外就是說 它的續航可能要看你玩什麼遊戲 原則上它的續航也沒有辦法說 像搬的那種筆電那麼好 頂天就會兩個小時 但整體來說 因為它實在太便宜了 如果說你 你很喜歡搞東搞西瓜 這台真的是值得買 但是你如果希望它 能夠玩什麼3A大作 跑滿針啊 我建議你不要幻想 沒有那麼誇張 也沒有那麼好 拿來臨時玩一下電動 很OK 以上呢 就是阿達隊Steam Deck的一個簡單的 開箱與心得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記得幫 按讚訂閱 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可以試試看 我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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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